观众朋友们好 今天是2024年9月27日 每日独报节目 今天先为大家介绍几条美国的政治新闻 之后我们播放一个最近在 美国引起高度关注的长视频 先看一条重要消息 周四清早联邦调查局特工搜查了 纽约市长亚当斯的官邸 民主党籍的亚当斯早先被指控贿赂 电信欺诈等多项罪名 联邦政府起诉纽约市长亚当斯 并搜查了他的官邸 来源 CNBC 周四早上 联邦调查局特工搜查了纽约市长埃里克 亚当斯位于格雷西官邸的住所 原因是 他在曼哈顿联邦法院面临多项刑事指控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这份仍然封存的冗长起诉书 指控亚当斯在2021年竞选市长期间 以及他在2015年担任布鲁克林区区长时的行为 涉及犯罪 大部分指控集中在土耳其社区 及土耳其商人身上 这些商人据称对亚当斯施加了影响 指控的罪名包括 共谋贿赂、贿赂、电信欺诈以及收取外国国民的捐款 消息人士称 起诉书中提到亚当斯竞选活动 通过纽约市竞选财务计划提供的匹配基金项目 获得了高达2000万美元的捐款 该项目为候选人提供最高为小额捐款8倍的资金支持 这些捐款是由纽约市居民提供的 该知情人士还表示 起诉书指控现年64岁的亚当斯 曾前往土耳其接受非法捐款 这位前警察局长是至少第二位在任期间被刑事指控的纽约市长 同时 他也是因多项正在进行的调查 而被指控的首位政府官员 这些调查还涉及纽约警察局和该市的顶级教育官员 亚当斯的律师亚历克斯·斯皮罗 周四早上发表声明称 联邦特工今天早上再次来到格雷西关底 试图制造一场闹剧 并再次没收市长亚当斯的手机 他还补充道 他没有被逮捕 并期待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 联邦特工派出十几个人来拿手机 而我们本可以愉快地交出他 此前已知曼哈顿美国检察官办公室 正在调查亚当斯是否与土耳其政府 共谋向其竞选活动输送非法捐款 纽约时报周一报道称 检察官已于7月份向市政厅 亚当斯及其竞选团队发出大陪审团传票 要求提供与五个国家有关的信息 以色列 中国 卡塔尔 韩国 和乌兹别克斯坦 周三晚 亚当斯在得知起诉消息后 发表了一份强硬的声明 他在视频声明中说道 我现在相信 联邦政府打算以犯罪罪名指控我 如果是这样 这些指控完全是子虚乌有的 基于谎言 但这并不令人意外 我早就知道 如果我为你们所有人挺身而出 我就会成为目标 而我确实成为了目标 如果我被指控 我是无辜的 我将竭尽全力抗争到底 亚当斯说 他在警察部门工作后 曾担任周参议员和布鲁克林区区长 美国检察官办公室和联邦调查局 拒绝对这起诉书发表评论 周三早些时候 纽约州众议员A.O.K.呼吁市长辞职 称 由于政府官员受到多项联邦调查的影响 导致官员辞职和职位空缺泛滥 这些情况威胁到政府的运作 A.O.K.说 为了纽约的利益 他应该辞职 起诉书公布后 越来越多的纽约市选举官员和其他政治人物 也呼吁亚当斯辞职 其中包括是审计长布拉德 兰德尔和州参议员泽尔诺 麦里 他们两人都将在明年竞选市长 前审计长斯科特 斯金纳也在考虑竞选市长 如果亚当斯在任期结束前辞职 现在担任纽约市公共利益倡导者的朱玛尼 威廉姆斯将接任代理市长 目前 有多项联邦调查 针对亚当斯 给予他和其政府相关的人 周二 是教育总监戴维 班克斯告诉亚当斯 他预计将在2024年底退休 班克斯的突然决定 是在联邦当局查封了他 他的兄弟副市长 菲尔 班克斯 及他的未婚妻副市长 希娜 赖特的电子设备 几周后做出的 菲尔 班克斯的另一位兄弟泰伦斯 正在接受曼哈顿美国检察官办公室的调查 调查涉及城市合同分配的数百万美元 这些合同在聘请泰伦斯 班克斯的咨询公司后 分配给了相关公司 同一检察官办公室 还在调查前 纽约警察局局长 爱德华 卡班的孪生兄弟 詹姆斯 卡班是否利用与兄弟和纽约警察局的关系 来为他的业总会安保业务牟利 爱德华 卡班 在9月12日 辞去了警察局长一职 一周前 联邦调查员查封了他的手机 爱德华 卡班辞职三天后 亚当斯的市长法律顾问兼首席法律顾问丽莎 佐恩伯格辞职 称他决定不再担任县职 上周五 联邦调查员还对纽约警察局代理局长托马斯 唐龙的住所执行了搜查令 唐龙曾是纽约联邦调查局反恐部门的高官 他本周表示 调查人员带走了一些大约20年前我获得的材料 与我在纽约警察局的工作无关 随着总统选举的日期日益接近 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 美国的蓝领工人正在大规模地转向支持共和党 川普是否能赢得被民主党视为囊中之物的工会 作者迈克尔库文科 马可宽口 来源 unheard 粗脖子的工会领袖 言词粗鲁 满口强硬和男子气感 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濒临灭绝的美国典型 在泛滥的政治正确和专业化氛围中 他们似乎像是迷失年代的过世人物 国际卡车司机兄弟会 Timsters主席 萧安奥布莱恩 Sean O'Brien 或许是最后的活标本之一 他的朴实风格 让人联想到过去的吉米霍法 吉米豪法 和乔治米尼 George Mini 在今年夏天的共和党全国大会上 奥布莱恩赞扬了唐纳德·川普 并谈及劳工的另一种政治未来 即共和党将像民主党一样 关心工人问题 当国际卡车司机兄弟会最近宣布 他们的工会不会支持任何一位 总统候选人时 评论员和政治人士都认为 这是奥布莱恩所提及的工人阶级选民 正在重新调整的进一步证据 工人阶级正在逐渐远离 他们传统上的民主党盟友 转向川普的阵营 确实 工会的这一决定 背后的理由 是大部分基层成员 似乎更倾向于支持共和党候选人 人们认为 共和党正在转变为一个工人党 正如受过大学教育的专业人士 聚集在卡玛拉·哈里斯 卡梅拉·汉瑞特周围一样 一个文化上保守的劳工基层 将成为一个反对经济全球化 和社会进步主义的 美国右翼的自然选民基础 然而 这个已经流传多年的叙述 存在一些问题 特别是共和党 在打破其长期 天向资本利益的倾向上 进展缓慢 虽然他们对保护主义的拥抱 和反对高移民政策 可能间接地汇集基层工人 但在直接涉及工人阶级利益的问题上 如养老金 工会代表权和组织权 近年来 民主党提供的实质性支持 允超过共和党 此外 值得注意的是 西海岸的地区 卡车司机工会分会 与全国领导层决裂 公开支持哈里斯 奥布莱恩的演讲 实际上是向右翼 发出的一个呼吁 要求他们 在左翼被指责 对工人 漠不关心的同时 认真对待 工人的利益 卡车司机工会的 中立立场 也可以解释为 一种具有颠覆性意图的 政治投资 即为了推动 产生亲工会的共和党 然而 在此强烈对比下 就在几周前 川普几乎为安隆马斯克 伊伦马斯克拍手称赞 后者吹嘘自己 解雇了罢工工人 凸显了前总统 在工人权力方面的 可疑记录 无论是在任职期间 还是作为商人时 都如此 如果工人党 不仅仅是右翼的一个口号 他必须通过实际的政策 来兑现工人的利益 然而 一个长期以来 习惯于为资本利益服务的党派 如何转变为代表工人利益的载体 为此 我们可以回顾一个时期 当时劳工能够在两党中间取得让步 卡车司机工会决定在2024年保持中立 实际上比预期的更符合其政治灵活的传统 甚至曾有一段时间 他们被称为该国最亲共和党的工会 这在很大程度上 归因于当时的卡车司机工会领袖吉米霍法 与肯尼迪家族之间的敌对情绪 这个工会兄弟会 在1960年支持理查德尼克松 并在1972年再次支持他 李尼领导的美国劳工联合会 产业工会联合会 AFR KILL也加入了他们 抛弃了民主党 在这一时期 越南战争引发的分歧 例如1970年的用貌暴动 导致工人和日益激进的左派之间产生了裂痕 后者的反文化价值观 和对国企等国家象征的蔑视冒犯了工人 促使他们倒向尼克松的沉默的大多数 这种共和党通过爱国主义 和传统主义主题吸引工人的模式 在川普领导下再次奏效 但在文化问题上的对齐 从来不足以促成真正的重新对齐 共和党知道 他们必须在经济上 为工人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例如尼克松政府实施了一系列 亲劳工的改革 这是自新政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政策 常常让他的自由派批评者感到困惑 这些措施包括通过职业安全 以健康管理局 OSHI加强工作场所保护 通过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 ERISI加强数百万工人 在退休时的经济地位 并提高最低工资 有人认为尼克松是20世纪 最亲劳工的总统之一 这与川普在任期间的表现形成了鲜明对比 他的劳工部反对提高最低工资和工会代表权 任命了一个积极轻商业的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 推动工作权力法案 如Jana素A FSCME第31委员会案件 废除了劝说规则 规定公司必须报告反工会的游说活动 以及更重要的加班规则 该规则本可以让工人在加班时获得更多报酬 在奥布莱安最紧迫的政策优先事项 布奇刘易斯紧急养老金救济法案 该法案将拯救包括40万名卡车司机在内的200多万名工人的养老金上 共和党一直坚决反对 该法案曾于2019年不民主党主导的众议院通过 但遭到了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的否决 相比之下 川普最近减轻工人税收负担的承诺 在其记录面前显得微不足道 然而 尽管共和党对工会的敌意挥之不去 参议院中仍然出现了一小群真正的民粹主义立法者 包括马克·卢比奥 马克·卢比奥 乔什·霍利 扎抄利 和副总统候选人J.D.万斯 J.D.万斯 该团体得到了新一端政策机构的支持 致力于制定一个全面的保守轻工一程 这是尼克松计划的现代版本 未来的共和党政府理论上可以采取这一政策 然而 要实现这一目标 共和党必须承认他们日益增长的工人阶级支持 于党内基础中 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的富有地方精英 及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关系 这些精英在州和地方层面占据着主导地位 与倾向民主党的专业和企业部门不同 工人阶级和小企业阶级在他们共同的文化保守主义和爱国精神上无往趋同 但共同的象征性倾向不足以将一个联盟牢固团结起来 因为他们在各自的经济目标上存在非常现实的差异 小资产阶级倾向于追求低工资和灵活的劳动力市场 以更好的吸引投资 但工会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 则想要相反的目标 更高的工资 福利和对工人的保护水平 这一分歧最好的例子 莫过于奥布莱恩 以俄克拉和马州参议员 马克维恩 穆林 马奎 马林之间的史诗级对抗 穆林是一名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的管道公司老板和千万富翁 在参议院听证会上 两人几乎挑战彼此进行斗殴 这让人想起吉米获法的风格 最终竟然是伯尼桑德斯·伯尼桑德斯出面阻止了他们 显然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是天然的盟友 他们被锁定在一场零和竞争中 因此共和党必须重新发现一种早于现今意识形态 极化时代的政治参与模式 尼克松和新政者都能理解的这种模式代理政治 这种回溯到更温和时代的模式 将政治视为一个讨价还价的桌子 而不是道德价值或意识形态愿景之间的战场 在这个桌子上 竞争的物质利益可以通过复杂的妥协和交易得到调和 要应用这一理想 未来的共和党工业政策 可以将财政资源引导到苦苦挣扎的红州和内陆地区 使小企业精英受益 作为获得此类援助的条件 这些企业必须雇佣或与工会劳动谈判 这种对工人的附加条件 是民主党在其工业政策方案中已经采用的 在这种情况下 小资产阶级将不得不处理工会的要求 并可能为了保证商业投资而放弃他们对劳动力市场的偏好 而这些地区的工会则将接受小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导地位的持续影响 以换取实质性让步 换句话说 零和竞争变成了协商的和解 后里跟时代的右翼习惯于通过意识形态的视角来看待经济分配问题 认为这是自由市场原则与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扭曲之间的冲突 但代理政治将摒弃这种道德主义 简单的假设目标的自然分歧 同时朝着合理的综合方向努力 共和党可以不再是一个专属于资本或劳工的党派 而是扮演诚实的调节者角色 正如他们在尼克松时代 甚至更早在麦金莱和林肯时代所做的那样 那是一个工人和商人都有理由为共和党投票的时代 他们在工业化经济的背景下调和了各自的最佳利益 这种方法将成为将工人阶级的物质利益纳入右翼一城的冷静现实路径 更接近于过去工会领袖们的交易本能 在这种条件下 共和党和民主党都不能再将工人阶级视为理所当然 本文作者迈克尔·库文科是一名政策和政治评论员 美国事务《American Affairs》副编辑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 过去曾经支持一系列左派的经济政策 包括国家负担的全民医保禁止油业盐开采 增加企业税收等等 尽管在总统选举中他声称改变了一些立场 但是商界仍然普遍感到担心 哈里斯政策的难以预测及其导致经济衰退的风险 作者Kevin Hassett和Kell Kinnampio 来源《华尔街日报》 美联储的降息发生在失业率预示经济衰退可能临近 甚至已经开始的时候 如果真是如此 政策的不确定性将成为推动经济下行的关键因素 经济学家发现 当对立政党的政策分歧较大时 选举会显著加剧市场不确定性 这一次也是如此 因此短期内美国经济可能在不确定性的重压下挣扎 卡玛拉·哈里斯不断变化的议程加剧了这种不确定性 川普总统的第一个任期让市场对他连任后的举措有了很好的了解 相比之下 哈里斯则难以预测 过去他支持过众多政策 这些政策虽然在民主党内受欢迎 但对全球经济将造成极大干扰 这些政策包括禁止油业盐开采和海上钻碳 到2030年实现碳零排放 通过废除阻挠意识规则推动绿色新政 还有扩充最高法院 他还曾一度支持全民医保金融交易税和新的财富税 然而最近他对这些及其他左翼进步派提案的立场有所转变 政策分析人士不禁要问如果哈里斯当选 经济将面临哪种政策的冲击 其中最容易评估的政策之一 是他计划将公司税率从21%提高到28% 并允许第199A条扣除到期 该条款允许通过纳税公司或个人 享有其收入20%的免税 对于C类公司来说 这将是至少45年来发达经济体中最大的一次公司税率上调 亚伦赫德伦 Aaron Hadland和迈克尔 福尔克腾德 Michael Falkander最近的学术研究指出 2017年川普的减税与就业法案将国内投资提高了20% 这一增长与2019年 实际中卫家庭收入创纪录的年增幅5420美元同时出现 由于最初的法案几乎是通过经济增长和税机扩展来实现收支平衡 哈里斯的提案将使许多形式的投资的实际税率超过川普税改之前的水平 其结果将是负面的投资冲击 足以抵消上述研究中发现的积极效果 这种伤害不仅限于公司投资 该新税付的一大部分将直接落在工人和消费者身上 零售价格上涨 工资下降 进一步加剧负担危机 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急剧下降 且仍然疲软 在如此不利的时机 税收上调将对劳动力市场造成显著的逆风 第二个税收提案涉及199A条款扣除 该法案将在2025年到期 根据美国国税局的数据 2021年有2590万家小企业享受了这一税收优惠 取消该免税条款将加剧公司税率上调带来的投资损失 影响到每个小企业 而不仅仅是那些可能从哈里斯的新创业激励政策中受益的新创业公司 在监管政策方面 两位候选人的记录截然不同 根据芝加哥大学凯辛穆利根 Casey Mulligan的研究 川普政府减少了监管 平均每个家庭的终生成本约1万亿千美元 而拜登哈里斯政府的新法规则 使每个家庭的监管终生成本平均增加了4万7千美元 在贸易政策上 川普与哈里斯则步调一致 他在第一个任期内依赖关税 而拜登哈里斯团队也保留了大部分这些政策 大量经济文献表明 健全的法治对繁荣经济至关重要 对哈里斯议程的全面经济分析应包括这一点 根据调查数据 法治在拜登哈里斯政府下崩溃了 在川普四年任期内 暴力犯罪率下降了17% 而在拜登哈里斯政府的前两年 暴力犯罪率上升了43% 如果哈里斯政府延续拜登政府的政策 这一趋势可能会进一步恶化 没有人能预测未来 但几乎每个人都能记得四年前的生活 川普因此以他增成功实施的政策为竞选纲领 一项大多支持他的学术记录表明 这些政策将再次促进繁荣 而哈里斯的政策则会产生相反的效果 特别是在更高的税收和更严格的监管下 给经济带来可识别和可量化的损害 如果他曾支持的那些激进政策最终成为法律 后果可能会严重到超出经济学家的模型能够模拟的范围 本文作者凯文 Hassett是胡佛研究所经济学杰出研究员 曾于2017到2019年担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凯尔克林安平是经济学家 2018到2021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高级顾问 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中 51名情报界的高级官员发表公开信 指亨特·拜登的电脑硬盘是来自俄国的假消息 后来这被证明是谎言 他们还支持在网络上封禁言论 情报界大佬们干预选举的做法引起了公众的关注 曾经在国务院工作的Mike Benz成立了一个 名为网络自由基金会的组织 Mike Benz最近在一所大学演讲 回顾了美国情报机构在冷战中干预他国政治的历史 他根据研究得出结论 中央情报局在冷战中发展出来的一套秘密手段 如今被政府用来对付美国国内的右翼民粹主义 你们面前展示的是我们所面对的一只怪兽 它已经锁定了这个房间里的许多人作为目标 Halesdale学院邀请我来讨论这个特定的话题 情治政府的历史 显然情治政府这个概念意味着情报机构已经接管了国家 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控制 本因为国家服务的情报机构反而将政府吞并了 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我将介绍情治政府的基本历史 但在这背后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 我认为从这里开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些内容 或许那就是刚刚提到的那条大章鱼 但随着我们深入探讨 我们会越来越多地看见它 因此 我认为最好的理解方式是从故事的中间开始 然后再回溯到国家的创立时刻 我们会快速浏览核心历史并一直讲到现在 不过我们将从1948年开始 这个年份可以说是美国政府情报能力建立的第一年 与其讲述你在普通历史书中学到的内容 我们将从一份我很好奇是否有人见过的文件开始 它被称为有组织的政治战争的启动 房间里有人见过这份文件吗 多少人知道乔治·凯南这个名字 好 75%的人举手了 你们知道乔治 凯南在1948年写了一份名为 有组织的政治战争的启动的备忘录吗 这份备忘录让它出了名 对于不太熟悉它的人来说 乔治·凯南被认为是美国外交和中央情报局的较负级别的人物 他已撰写长电报文明 是冷战期间遏制苏联战略的首席设计师 但在所有这些事情发生之前 当这一切刚刚起步时 他撰写了这份最高机密级别的备忘录 该备忘录在60年后才解密 直到2005年才公开 我认为这有助于阐明我们接下来的讨论 我们将逐步探讨这份备忘录 但我首先想给出一些背景 有组织的政治战争的启动 写于中央情报局进行首次推翻政府行动和操纵选举事件后的第12天 那是在1948年4月18日 而这份备忘录是在那之后的12天写成的 它特别关注的是刚刚发生在意大利的事件 当时意大利正在进行二战后的首次民主选举 一方是美国支持的候选人 另一方是苏联支持的候选人 1948年国际秩序基于规则逐步建立 我们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了协调机构 我屏幕上显示的第一份备忘录 强调了美国控制意大利政治事务的重要性 你会看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备忘录第一段的标题是 美国在意大利问题上的立场 凯南写道 意大利显然是关键点 如果共产党在那获胜 我们的整体立场可能会被颠覆 在这个案例中 事情的发展是这样的 1947年 中央情报局根据国家安全法成立 最初的目的是专注于情报收集和分析 但由于美国国务院认为 影响意大利选举结果至关重要 他们拼凑了一个临时的仓促决定的行动 花费是2.5亿美元 目的是让美国政府偏好的候选人获胜 我这里有一些统计数据和背景信息 因为我们将看到这种模式反复出现 大约2.5亿美元的美国纳税人资金 被用于支持我们偏爱的候选人 中央情报局使用了不计账的资金来源 来资助这项行动 我们将装满钱的袋子送给特定的政客 支付他们的政治费用 竞选费用 海报和传单 我们威胁意大利政府 如果错误的人当选 美国的援助资金将被撤回 我们新创建的中央情报局 负责的媒体组织 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 在意大利建立了庞大的新闻网络 目的是通过美国的宣传和信息来控制该国 我们通过教会和慈善机构的前线组织 向黑手党和街头工会力量输送援助资金 我们与好莱坞合作 在该国播放格力泰 家宝的电影等内容 我从这个背景开始 不仅仅是为了帮助解释 在这份备忘录撰写六周后 由乔治 凯南推动的这只怪兽的创造原因 也是为了让大家理解 情报机构是如何利用所有这些组织的 也就是说 当美国政府提供资金或援助时 突然之间 他们合作的教会不再仅仅是教会 而是成为了国家战略的工具 非盈利慈善机构 不再仅仅是慈善机构 他们成为了国家战略的工具 媒体不再是独立的媒体 而是国家战略的工具 好莱坞也成了国家战略的工具 有组织的犯罪集团 为了让大家理解背景 中央情报局的前身 战略情报局 OSS 以及当时的战争部 与意大利的犯罪组织 教会组织等合作 这些组织 当时正受到莫索里尼的迫害 他们充当了帮助美国军队 和情报行动的游击抵抗力量 我们建立了这种网络 尽管看起来不光彩 但在战时被视为必要之举 后来在和平时期 他被保留了下来 用于政治战争 突然之间 有组织的犯罪 不再被视为刑事犯罪 而成为国家战略的合法工具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 中央情报局的创始成员之一 麦尔斯·科普兰 在他自己的书中写道 如果没有黑手党 共产党现在可能已经控制了意大利 为什么这一切是必要的呢 因为在美国国务院看来 如果没有情报界的干预 美国将会输掉这场选举 根据他们的评估 如果没有中央情报局的干预 60%的选票会投给共产党人 我要强调的是 当你听到共产党或法西斯主义者时 理解历史背景非常重要 在2016年之后 所有这些基础设施已经被重新调整 用于打击民粹主义 所以每当你看到他们提到共产主义威胁时 请理解 他们现在使用相同的语言来描述阻止民粹主义 及民粹主义政治候选人的崛起 因此当你看到他们说共产党会赢时 显然我们大多数人不希望共产党获胜 但今天他们用同样的语言来描述阻止民粹主义的崛起 并阻止民粹主义政治候选人当选 我想先简单地浏览一下这份文件 因为我没有看到房间里有人举手 这份关键文件是政府关键许可的前身 正是它创造了整个情报体系的雏形 我们将逐步查看我在屏幕上标记的一些要点 这是乔治 凯南在1948年4月30日写的 正是在中央情报局在意大利取得巨大胜利的前一周 乔治 凯南 国务院和白宫都为意大利行动的成功感到极为振奋 如果我们能将这种模式扩大到其他地方 那世界将会充满无限可能 然而 问题在于 这么做与美国在建国前一个半世纪里所坚守的原则大相径庭 所以我将读一些标记出来的关键点 你会看到 政治战争这个词在文件中反复出现 是故意这样安排的 美国政府组织的政治战争是为了推进我们的国家目标 扩展我们的影响力和权威 使用公开和秘密手段 包括黑色心理战 和许多其他技术 乔治 凯南 再次写道 我们一直受到阻碍 因为民众对和平与战争的概念存在基本区别 你会看到 他实际上把草稿中我们的公众化掉了 因为这是一份1948年发布的最高机密备忘录 直到2005年才解密 手稿的记录保留了他的笔记 你会看到 在文件的底部写着 我们因为这种和平与战争之间的基本区别而束手束脚 公众对此抱有幻想 然后他化掉了这个改成了全国性的倾向 寻求政治万灵药 并不愿意承认国际关系的现实 基本上他在说 我们要对选民负责 但他们不会喜欢这个 他们不理解国际关系 他们认为和平与战争是有区别的 而二战已经结束才三年 如果我们进入和平时期 而不继续进行政治战争 那么我们将失去主宰20世纪的机会 你会看到这里提到了我们在12天前 刚刚在意大利选举中进行的干预 这场政治战争必须由国务院来指导和协调 我们稍后会回到这一点 因为当你看到情治政府的全貌时 会发现它远远超出了情报范围 而实际上是国家战略的工具 这段话揭示了这位中央情报局教父的有趣愿景 他写道 未来在可能更严重的政治危机中 我们不能像在意大利选举时那样 临时拼凑秘密行动 他承认 虽然这次行动很成功 但我们需要这种能力在全球范围内推广 我们需要它在每个可能发生政治危机的国家 每个可能需要我们保护美国国家利益 贸易利益 金融利益或安全利益的地方 我们需要像在意大利那样的网络 利用从文化影响者到媒体 教会 慈善机构 甚至有组织的犯罪网络的力量 即使我们不使用它 也要确保在需要时随时可用 以便在某个反对派政客 决定违背美国国家利益议程时 我们不用临时拼凑对策 我先为大家设定一下背景 随后我们再回顾过去 走过整个历史进程 因为就在乔治 凯南写下 有组织的政治战争的启动 不到两个月后 他推动了一项彻底改变美国政府结构 和运作方式的法案 这就是国家安全委员会 备忘录10-2 对于不熟悉的人来说 国家安全委员会被称为 跨部门机构 它协调国务院 国防部 中央情报局 以及所有部门的工作 使他们能够互相配合 这是白宫的机构 也是对一切事物的行政监督机构 因此 你会看到这份备忘录 NSE10-2 它就在这里 我即将朗读的内容 也在国务院网站上 State.gov上可以看到 他授权美国情报机构 开展广泛的秘密行动 包括宣传 经济战 破坏 颠覆 破坏 这项措施 由乔治 凯南推动 他是在撰写 由组织的政治战争的启动 之后 立即推动的 然而 他后来表示 这是他一生中犯下的最大错误 因为他创造了一个怪物 NSE10-2的结果是 他赋予了情报界以权力 包括新成立的中央情报局 现如今我们有17个情报机构 和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 ODNI 他们从间谍组织 变成了散布谎言的组织 我的意思是 这源于NSE10-2中的一句话 我来读一下这些内容 所有这些通常是非法的活动 只要他们被策划和执行得当 使任何美国政府的责任 对未经授权的人看来不明显 并且在被揭露时 美国政府能够合理地否认任何责任 这些活动就可以进行 我将展示确切的措辞 这是1948年的文件 所有的秘密行动 如破坏 拆除 媒体控制 只要策划和执行得当 使美国政府的责任 不显现给未经授权的人 他们现在就是合法的 就像亚当和夏娃 吃了智慧术的果子后 被逐出伊甸园一样 你如果知道真相 就会被排除在外 他们的任务就是对你撒谎 而如果他们被抓住 美国政府可以在机构层面之上撒谎 超越中央情报局 国务院可以向全世界撒谎 因为中央情报局有这些秘密联系 他们可以说 这不是美国政府正式批准的行动 而是某个行为失控的人干的 或者是未经授权的某人 擅自行动 我想读一段总结性分析 它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问题 合理否认为 这个新成立的中央情报局 及其他秘密行动机构 提供了更多自主权 以保护政府的表面权威 我们将在讨论 所有这些不同机构的权力结构时 回到这个问题 但我想立即强调的重点是 正因为这种手段 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极为有效 它被视为一个巨大的增长机会 通过外交手段和欺骗手段 能够接管世界 然而 外交欺骗的核心原则是合理否认 它成为管理所有主要美国政府 国家安全 外交政策和国际利益行动的核心教育 因为你对外界撒谎 所以你也必须对本国公民撒谎 以防止外界发现 因此 尽管这些谎言 可能帮助你成功地建立一个帝国 但现在 你必须永远维持一个 有谎言构成的帝国 不仅是在国外 也是在国内 1948年 当情治政府的奠基人们 在建立这一切时 他们非常清楚 自己正在创造的怪物 1948年 国会通过了史密斯蒙特法案 因为同年正是这一切逐步建立起来的时候 中央情报局刚刚成立 NSC10-2刚刚出台 国会说 好的 好的 听着 你们正在创造一个怪物 我们想确保 我们不会建立一个谎言帝国 也不希望美国人 被你们在全球范围内 进行的信息控制所淹没 以进行有组织的政治战争 我认为这个房间里的许多人 可能知道奥巴马政府期间发生了什么 那时候 这项自1948年起 就作为防范措施存在的法案 被悄悄废除了 它被悄然嵌入 国防授权法案 NDAA中 事实上 公众在发现问题时 损害已经造成了 史密斯蒙特法案 被现代化了 取消了这些限制 简而言之 意思就是 美国废除反宣传禁令 向美国人传播政府制造的新闻 之前的几十年中 这项反宣传法 阻止了美国政府庞大的广播 广播机构 向美国观众提供节目内容 庞大这个词 还不足以描述真实的情况 二战后 世界 确切地说是在1948年 联合国人权宣言出台 禁止通过武力 获取他国领土 这成为新的国际规范和标准 成为国际法的一部分 你不能像美国在20世纪初 对菲律宾的军事占领那样 简单地占领一个国家 因此 当武力不再是帝国的主导手段时 美国转向了软实力帝国 他由中央情报局 国务院的民主促进计划 后来的美国国际开发署 USID等机构主导 我们即将见到的 还有一支庞大的军队 但就在一开始 中央情报局迅速进入媒体领域 控制了全球人民接收到的信息 因此 我屏幕上显示了美国之音 自由欧洲电台 自由电台 自由亚洲电台 等几十个媒体 这些都是中央情报局的专有媒体 这是弗兰克 威斯纳 Frank Wisner的作品 弗兰克 威斯纳是中央情报局 早期媒体控制体系的先锋人物 这个名字来源于 Warlitzer的风琴 因为威斯纳吹嘘说 他可以像演奏风琴一样 演奏国际新闻 他可以让任何国家的新闻 按照他的意愿报道 因为这个新成立的情报机构 控制着庞大的媒体网络 而这些网络 实际上是由二战期间 五角大楼的战争信息办公室 创建的 遍布全球六大洲 与数千家媒体合作 当时 中央情报局的三分之一预算 都用于资助媒体组织 今天 随着我们探讨 1983年集之后的情况 以及20世纪70年代丑闻后 这种初始结构的变化 中央情报局的这个庞大网络 也依然存在 NSC10比2的合理否认权力 基本上让他们可以在 全球范围内扮演上帝 这被他们称为肮脏手段部 Department of Dirty Tricks 有趣的是 几年前Max Boot 还呼吁建立一个 更强大的肮脏手段部 因为美国需要破坏 削弱和揭露其敌人 你可以看到 这是一则中央情报局的故事 第二段也特别提到了 中央情报局 但是请注意 这不仅仅关乎情报局 肮脏手段还涉及到 国务卿 国防部长 中央情报局局长 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 署长等 他们需要创建政治战争的 职业路线 吸引那些对政治战争感兴趣 并从中获益的人 理解这一结构的一个 关键方式 是区分美国本土 和美国帝国 我们生活在美国本土 而美国帝国 存在于全球其他地方 今天 所有主要的美国本土公司 其大部分市场 收入和供应链资源 都来自全球各地 尽管美国是个大国 但与全球相比 我们还是显得相对渺小 问题在于 当本土民众 想要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时 他们会与帝国的管理者 发生冲突 也就是与我们将要探讨的 这个庞大的 情治政府结构 发生冲突 在有组织的政治战争的启动 一文中 你会发现 尽管重点在于 赋予中央情报局这种能力 但整个行动 是由美国国务院协调的 而国务院 并没有合理否认的权利 它应该是我们美国政府的 官方政策 然而 事实上中央情报局 在所有事务上 都要听命于国务院 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一结构 你会看到 在文件的底部 整个行动 必须由国务卿负责协调 虽然秘密的政治战争 必须由国务院控制 但实际操作 不应在国务院内部进行 原因是 进行这样大规模的行动 所需的巨额资金 无法在国务院的预算中 被隐瞒起来 而他们必须将这些行动 隐藏起来 不仅是对美国人民 还要对其他国家隐瞒 如果大家能透明地看到 我们纳税人的钱 是怎么花的 他们就会知道 自己国家正是被美国 瞄准进行推翻的目标 因此 国务院无法隐藏这些行动 因此需要一个 由其他政府机构 包括情报机构组成的网络 来掩盖资金流向 因此 秘密行动与公开行动的协调 应通过国务卿 和副国务卿的办公室完成 我们的建议是修订这一传统 以进一步推进美国的国家利益 核心就在于 美国国家利益这一概念 现在我们回到过去 看看这一切的起源 这是1789年 国会首次会议时的情况 当时 我们只成立了三个政府机构 想象一下一个 没有住房和城市发展部 没有教育部 或劳工部的世界 在国会首次会议上 我们只建立了三个政府机构 国务院负责管理国家事务 处理我们在国际社会中的关系 国防部 我稍后会解释一下这个名称 还有财政部 基本上 管理国家的就是金钱 战争 以及美国对外的态度 至于国防部 我标注了一个新号 因为当时它并不叫国防部 而是战争部 这个名称一直沿用到1948年 也就是中央情报局成立的同一年 史密斯蒙特法案出台的同一年 以及联合国人权宣言 禁止通过军事手段占领他国领土的同一年 因此 我们进行了一个小小的转变 不再称之为战争部 而是说 我们现在是为了防御 我们只是继续做以前的事情 但我们不再使用战争这个词 因为战争已被禁止 如果你想看一些证据 我们可以快速浏览一下 1789年至1948年期间发生的事情 看看美国帝国的建立过程 我们一开始 只是大陆上的一个国家 但今天 我们在每个国家 每个大陆都有影响力 对每个国家的选举国务院都有偏爱 他们会通过秘密渠道 与所有政党接触 其中一个政党 对美国国家利益更有利 而另一个则不然 助理国务卿的工作 就是影响这些国家的政治进程 利用合理否认的手段 开展有组织的政治战争 以达成我们想要的结果 有时候他们成功了 有时候没有 但这是他们的工作 那么我们是如何建立这个帝国的呢 1823年 我们宣布了门罗主义 在此之前 新生的美国海军 曾远航道的黎波里 与西班牙及其他西半球的殖民强国 展开激烈竞争 我们告诉欧洲 你们不要干涉西半球的是我 我们也不会干涉欧洲的是我 于是我们开始接管 几乎整个拉丁美洲和南美洲的政治生态 农业 糖业和自然资源 这些就是所谓的香蕉战争 波罗战争 翻石榴战争 这是美国历史上一个有趣的时刻 19世纪末 我们建立了现在所谓的香蕉共和国 这些国家实际上由美国的私人盈利公司掌控 这些公司在境外拥有财务利益 而美国的战争部和国务院会介入 推翻当地政府 提供支持 然后这些私人公司 就会实际控制该国政府 并以非常不稳定的方式运营政府 然而 由于政府和大企业勾结 大企业受到了保护 政府拥有美国的军事力量 外交官和向该地区投射的美国影响力 而大企业则从剥削资源和劳动力中获利 这也是我们拥有廉价食品的原因 同样的关系也存在于石油行业 这就是我们拥有廉价汽油的原因 我们可能需要这种机构 但事实上 它在美国历史早期就已经确立 早在情治政府建立之前的70年 情治政府只是在战争部 国务院和私营部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这种关系上进一步发展 接下来我展示了记住缅因号这幅图片 这是1898年 当我们赢得美西战争时 我们成为了国际帝国 不仅占领了古巴 还占领了菲律宾 突然之间 我们必须控制地球上的这片广阔的地域 接下来是一张联邦调查局 FBI的图片 FBI成立于1908年 司法部在此之前已经存在了大约60年 但FBI是在一战前夕成立的 其第一次重大行动是逮捕一战的反战抗议者 并削弱他们通过美国邮政系统和其他方式传播信息的能力 FBI是我们17个情报机构之一 因此 FBI的成立早于1948年 也早于中央情报局 我们有17个情报机构 其中只有两个在国内运作 除了FBI之外 另一个是911事件后成立的国土安全部 DHS 最后 我展示的是伍德罗·威尔逊的图片 他被认为是组织政治战争理论的精神教父 因为他的使命是让世界安全走向民主 当世界从硬实力转向软实力 作为统治帝国的主要手段时 我们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 现在 已经不需要国家安全威胁 就可以使用国家安全机构了 你可以简单地打着促进民主的旗号 做最肮脏的事情 你可以进行破坏 颠覆 黑色宣传 你可以与犯罪组织合作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在意大利 伊朗以及数十个国家所做的那样 你可以操纵选举 塞满投票箱 但这一切都是为了促进民主 即使对美国人民没有任何威胁 即使它只会及与美国国务院合作的少数金融 和企业利益相关者 那么 1948年之后发生了什么呢 这里有一张图片 列出了意大利之后 中央情报局的政权更迭行动 基本上 在意大利行动的基础上 中央情报局在85个国家策划了政变 乔治 凯南和国务院官员对此深受鼓舞 他们确实实现了他们的目标 即将这一模式扩展到几乎每个国家 每个大陆和每个地区 建立这些网络 无论我们是否需要他们 其中有50次发生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期间 时间从1952年到1960年 在20世纪50年代 他们一开始就迅速行动 到20世纪60年代初 这一系列事件导致了 情治政府运作方式的首次重大结构性变化 当时 情治政府对新左派采取的行动 与现在对民粹主义右翼所做的非常相似 民主党内有一个新派别 他们不全是豪车自由派 许多人是反战抗议者 或者因为当时第三世界人民运动的受欢迎程度 以及许多民权斗争和种族身份斗争 他们在社会 政治和信息上都站在那些 被中央情报局瞄准的国家一边 中央情报局被视为右翼力量 因为它主要针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府 试图将国有资产私有化 但当时 中央情报局开始对左派采取更多的行动 正如现在对民粹主义右翼所做的那样 在美国 针对反战力量的巨大情报行动被报道出来 中央情报局实际上在贿赂全国学生协会 他们发起了一个名为混乱行动的计划 旨在永久改变民主党的组成 清除这个新的 但非常受欢迎的民粹主义左翼派别 告诉我 这是否让你想起了 现在情治政府针对共和党保守派中某个派别的情况 试图将其清除出去 CoinTel Pro是联邦调查局FBI的一部分 但与中央情报局CIA协同进行 CoinTel指的是反情报 即FBI处理来自外国的威胁 第一个迫使情治政府进行重组的事件 是一系列丑闻 最终导致了秋奇委员会的听证会 民主党参议员弗兰克 秋奇领导了这些听证会 这是中央情报局第一次接受国会的监督 在过去的30年里 国会议员无权了解中央情报局的行动 缺乏监督和问责制 正式通过秋奇委员会 我们成立了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和参议院情报委员会 允许少数国会议员进行监督 弗兰克 秋奇曾举起一把心脏病枪 作为中央情报局暗杀指南的一部分 这种武器是他们的研发内容之一 他们暗杀世界领导人 政治异议人士 并开发更极端的杀人方式 同时保持合理否认 美国陆军的举报人克里斯托弗 派尔提供了证据 证明美军当时积极监视和渗透 美国国内任何大规模集会的政治团体 当时 关于我们有一个由平民管理的民主政府的概念 被彻底篡夺了 民主党中 这个受打击的派别的思想领袖们 开始意识到 他们周围的一切 媒体 文化 音乐 都被用作政府的手段 且经常直接用来对付他们 中央情报局 利用记者和神志人员进行情报行动 而文化自由大会 则是一个由中央情报局资助的 庞大文化和媒体机构网络 用于将人们与国务院的议程保持一致 甚至像格洛利亚 斯泰纳姆这样的人也参与其中 即使在1960年代 复杂的洗钱和隐藏资金的手段 已经相当成熟 秋期委员会的爆发导致吉米 卡特在1976年当选总统 他依靠公众对情治政府的反感上台 他激烈反对情治政府 并进行了所谓的万圣节大屠杀 在一个晚上解雇了中央情报局行动部30%的员工 但到了1983年 罗纳德 里根上台后 他着手进行结构性变革 恢复中央情报局在卡特政府期间失去的权力 包括设立国家民主基金会 中央情报局变得不那么显眼 并通过一个公开的公共机构网络扮演联络角色 快速前进到2016年 随着我们的非政府组织领域 大学中心 媒体组织 工会团体和文化团体之间发展出这种互惠互利的关系 形成了你帮我 我帮你的局面 我为你做某事 然后我就能从国务院 美国国际开发署 USID或国家科学基金会获得资助 我们现在面临的其实是这个网络 这个团块 它已经凝聚成形 情治政府实际上在履行政府公开的职能 中央情报局实际上是为了服务于国家利益的国务院 以及国家安全的五角大楼 而存在的一个支持机构 因此 当你看到中央情报局或情治政府采取行动时 要理解 这其实是在为国务院官员 五角大楼官员或其周围的利益相关者服务 它并不是一个完全脱离掌控的机构 而是听命于国务院执行肮脏的工作 也许我可以用黑道家族做个比喻 因为我父母都在这里 如果你熟悉黑道家族 托尼 索普拉诺在新泽西州管理着黑手党 他手下有打手 他们执行那些合理否认的肮脏工作 因此无法追溯到托尼本人 FBI监听托尼 索普拉诺的电话 但他们无法证明是托尼干的 有一个角色叫弗里奥 他是暴力执行者 闯入别人家中 殴打他们 摧毁他们的民主 如果你愿意这样形容的话 如果这是你的家 你的民主被摧毁 你的朋友和家人被逮捕 很容易会说这是中央情报局干的 或是弗里奥干的 但实际上 真正失控的比情治政府还要深 它是根深蒂固的外交和国防势力 中央情报局 只是执行这些肮脏任务的工具 是其实这些练习的练习的练习 在托尼的练习 和在练习 那些练习的练习 是做这些练习的练习 所以我认识 我会停留在这些练习的练习 或是我们有空的练习 或是我们有空的练习 这些练习的练习 练习的练习 练习的练习 练习的练习